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第一宗消息 現在在內地 亦都是一個非常熱議的話題 因為說到日前吉林省 有一位村民 他竟然自銀河包搭橋 最後一家十八口被告 這是尋人之事 有人就覺得 收橋鋪路沒有施鞋 這件事件引起很多人熱議 因為有人說 只要如果你留意細節的話 官方是判得對的 好,我們稍後跟大家看看 究竟他們有判是否真的對 另外,甘肅爆發暴雨泥石流事件 導致兩死七傷兩人失蹤 說到同一個時間地點 原來也曾經發生 這件事 現在內地或者世界各地 都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 出現了不同的程度災害 甘肅也遇到這些事件 稍後看看官方的報導 另外也在安徽 我一開始跟吳仔談的時候 吳仔說 這些事件都可以 我說不是,你看真點 醉嘩當街性侵男子 我說 反過來 這麼大膽 重要 厲害 民眾在剝花生 那個男人弄得爆肝 究竟為什麼搞到這樣呢 我們稍後和大家一起看看 另外,晶片大戰方面 終於好像說 首台國產高端晶圓激光切割機 就面世了 你有你制裁,我有我技術 其實荷蘭方面都警告過 你越是制裁的話 中國越快可以自行生產這些機器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沒有人很可愛 你不給我飯吃 我總有辦法找東西吃 你不怪我的 是不是真的搞得定呢 不需要再求人呢 我們一直跟大家分析一下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首先和大家看看 究竟甘肅暴雨泥石流這件事件有多嚴重 近期都多這些災害 在日前晚上11點34分 甘肅省甘蘭藏族自治州 夏河縣麻當鎮張子溝川 因為強降雨 導致黎石流出現這個災害 應急管理局在上午公佈 這一場災害造成兩人磊爛 兩人失聯和七人受傷 綜合央視的報道 事發之後 甘蘭州立即啟動地質災害三級應急響應 調派了應急消防救援力量 人員展開搜救工作 並且將這條村76戶 336人全部緊急疏散 災情核查工作正在進行 夏河縣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表示 當地正處於防汛期 一直都下雨 而說到前天下雨特別大 說到當地也不曾發生這個黎石流 說到其實都幾危險 因為周圍早前湖北那邊 又出現了這個山梨傾瀉 周圍都有 所以這個災害今年預計 對國家經濟損失都會比較嚴重 所以有人就說 要搞經濟搞經濟同一時間 那天 要不是說對中國是這樣 對全球也是這樣 剛剛看完日本 九州那邊 就知道多嚴重 周圍都有這些問題 所以今年都是多雨之年 除了講完這件事之後 看看修橋鋪路 沒有屍鞋 這件事件是否真的 有人就覺得 你又沒有看清楚 有網民就覺得 怎樣也好 都是別人出錢的 你怎麼可以告別人呢 這樣 這件事件就引起內地那種熱議 覺得官方殺人放火金腰帶 修橋鋪路沒有屍鞋 這件事件我們看看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原來 在吉林省八城 這個鎮 這個村民 姓王 王德義 因為自己搭浮橋 被判刑 引起關注 原來 這位姓王的村民 王德義 他14年 用了13萬人民幣 自己看了13條鐵皮船 做了一條固定浮橋 當然有人就說 這樣好像 好人沒有報 因為他本身 他自己就在這個地方長大的 由於有條河在旁邊 出入也很不方便 如果要繞過條河 去到另一邊 要多走70公里 是70公里 不是7公里 1公里 我們真的叫救命 70公里 你想想 你從港島東去機場都不止 都沒有70公里 整個來回 分分鐘要你想想 你繞一條河 這樣你出去 糟了 我忘了買包鹽 那怎麼辦 你真的找直升機去 你開車都要時間 都要整個小時 真的 你當你每小時70公里 你想想多遠 他自己 於是就做了一條浮橋 公道說原來 他為了回收這個造橋成本 他向村民和路人 根據車輛大小人數多少 以及個人意願 去支付費用 一元到十元不等 這條過路費去到被清拆之前 收了五萬多元 根本都沒有收到這個造橋成本的一本 去到一百年 當地水利局 以非法興建 由罰款一萬 並且強行拆橋 拆橋之後 他以為就沒事了 我也罰了 誰不知去到19年 黃德義被當地公安局 以尋人之事罪 刑事拘留 更加說到黃德義的三哥 和多位家人親戚 亦都被相同的罪名 採取刑事拘留 7月當地檢察院 就用這個罪 判黃某多人 上訴到遙南市法院 人家的法院做出判決 認定他們一家十八口 全部都罪成 分別處於有期徒刑兩年到三個月不等 十八人都有換刑 判決就生效了 判決書認為 為何說他們尋人之事罪呢 因為原來說 2005年到2014年 他們起橋收取過路費 而說他又不是做一個 官方的標準 你有不同的收費 如果不給錢 就截著車子不讓他過 所以法院認為 這種行為屬於 強行取取他人財物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 破壞社會秩序 情節嚴重 這樣 當然 他一審判決之後 上訴 到今年的6月26日 這位姓黃的男士 繼續向上級人民法院申訴 到6月29日 當地中級人民法院 依法程序 對這件案立案 就說調查當中 奈媒這樣說 他覺得 黃德義覺得 是喜喬者 這個判刑不合理 他家裏 他自己和家裏的人的生活 完全沒有了 他說除了他家裏五歲的小朋友 還有上學的小朋友 其他人都被判刑 被判刑之後人生發生巨大改變 他說他以前是個老師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這樣 有過百萬 過三百萬粉絲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他認為 司法不能背離人之常情 勢之常理 他強調 為了縮限陳人之事罪的適用 避免造成無所不包的代口罪 最高司法機關在13年出台了司法解釋 要求主觀和客觀兩方面 限縮這個罪的適用 這個意思很簡單 不怕 這個罪名太廣泛 很容易被抓到 所以13年的時候 做出一個解釋 就是要用兩個方面的層面來定 去局限住 不要把這個罪名這麼容易 就可以告得入 這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祥指出 刑法當中 他覺得危害行為是必須侵犯法益的行為 如果一種行為是沒有侵犯法益的危險 而反而降低法益 侵害的危險 他就不是危害 而是有益的行為 他就指出 修橋波羅 大善之舉 做善事 當然不應該屬於刑法上的危害行為 當然 這件事 就覺得 因為你自己起橋 起橋就是屬於違法行為 但如果按照 國家的法律 理論上 就是屬於行政處罰 你自己起橋 未經官方批准 你起橋出來 方便人走 無需要負刑事責任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 你由於收錢 現在有人覺得 好像 過分 是不是過分了 有人覺得 所以兩體了 這件事 會成為內地的熱話 就是 是否真的 殺人火火金要帶 修橋鋪路 沒有屍鞋 如果 他 真的起了橋出來 不收人家的錢 而 拆了他 更加要拘捕了他 某程度上 這個說法就好像成立 但是 有人說 喂 那他自己銀河包 收回人家的錢 方便人家 好像國家 沒有人幫他收的 那 都合理 是不是 我反過來看 如果 他自己做了這件事 他去收人錢 好像感覺上 但他現在變成為私家路 感覺上就好像有點違規了 無論如何 有人覺得 你這件事 應該從根部出發 有人網民 我也覺得 應該從根部出發 根部在哪裡 其實理論上 誰應該要建一條橋出來 就要村民建出來 然後現在就這樣 情況有一點 令到人質疑好 好 另外 看看安徽 嘩 這位 女士 這麼大咬 竟然當街 找男人來砌 嘩 真是世間少有 當然不是說沒有 那為什麼他這麼大膽呢 當街 幾十人在圍觀 正正為你立喊作威 這條影片就是網上風傳 根據上海的媒體報道 在早前 安徽浮揚夜市 有個女人當街 強姦一名男子 這樣 令男人流血 微博上面 有網民說 幸好 這個男人有力度 如果不然 真的被他整條腸吃光 這樣 嘩 這個男士 當然害怕了 大哥 你無緣無故坐過來 嘩 一會兒不小心被人在網上拍照 拍片 說我當街 跟他小心 按營 什麼都沒有了 又奇怪 這件事件 原來講到 這個女孩子喝醉了酒 那 就很奇怪了 那 為什麼其他人 又不幫忙 鬥著女孩子 喂 拿開她 嘩 他想坐過來 大哥 男士也是 遺觀者也是 每個剝花生在看電影 喂 你看她 這個男人 當街當學被人奸 真是世間少有 那 由於 這位 女 醉蛙 硬 除複關係 導致這位男士受傷 流到周地血 你不要以為是那裏 那 有人就說 有些網民就說 下季來了 各位男士們 穿得小布 又短衣 又背心 要小心 知道嗎 安全第一 哈哈 真的 這件事 說笑嗎 不知道 有人就說 男人的氣力不是比女人大的嗎 為什麼一掌不推開她 一定是欲她還迎 不知道 這些東西 嚇死了 大哥 鍾木葵葵 看著 你呀 真的 未必 相信 九十幾對 眼看著 還有鏡頭 嘩 你以為你真是自給AV男優 另外 在國航 有一把航班 出現了氣流事件 說到突然之間好像 跳樓機 嚴重癲婆 哇 不是瘋癲婆 他不斷向上向下跳 哇 有人拍片 空姐 直接被人拋上天花板 那 那 水瓶 揽枕 飛到周圍 都是 哇 直接飛機裡面 亂了 真是誇張 遇到這些強氣流 所以 大家出去玩的時候 都記得扣好安全帶 這架 上海飛北京的中國國際航空 C1524航班 由於飛行途中遇到強氣流 所以不斷向上向下拋 事後 有多名旅客 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這個驚險一刻 就見到那個空姐 可能空姐在做事 走來走去 突然之間 被拋上去 飛機的天花板上面 說到連天花板都爛了 裡面的水瓶 籃枕 周圍都飛 說到 下降下的一刻 大家都鼓掌 真的 有時候遇到氣流 我也試過 坐飛機那種 他又沒有去到這麼誇張的 但是有那種離心力 在那裏拋一下 好像坐船一樣 都幾恐怖的 你不要說 好 另外看一下晶片關係 現在 厲害了 國家是不是自主研發到 有一些東西出來 不需要 再靠西方社會 那也是 荷蘭方面 一語成岔 被他講中了 你 全方面 全方面 封殺 那 你令到中國 很快 自己會弄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那 其實 這樣就這樣說 如果你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好像有益 為什麼呢 一直都弄來弄去弄不到 人家一封殺你 你就立刻逼到你弄到 那 其實人家可能幫你 這樣 所以說 凡事有兩面 看你怎麼看 根據中國 江谷 這個公眾微信號發布消息 華工科技成功製造 內地搜台核心零件組 100% 國產化 高端晶圓激光切割設備 嘩 在半導體激光設備領域 公黑多項 中國第一 意味著 內地 在這個公黑零件組的 樽頸位 再進一步 解決了 這個 晶圓切割機 原來是一個機械 或者用激光的方式去切割晶片 這些高精度設備 屬於半導體測風後的關鍵環節 切割的品質 效率會直接影響到晶片的封裝 品質和成本 而講到這部機 廣泛在直機集成電腦 分立電件 光電器的零件 全感器的多個半導體的工藝切割的東西 這樣就 應用都很廣泛的 那麼 這一個 這部機器 能夠可以做出來 那當然 我覺得 又不是說完全所有東西都可以做出來 因為你說到說 你只是做那塊晶片 那個晶片裡面的雜成電腦 如果你拿一個 超級大的顯微鏡 你看到是超級精密的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裡了 你什麼時候可以 真的大家 又一天看到 自主研發 說到拍得住 世界上面 現在現行的 不知道多少納米 多少 三四納米 這樣的技術 就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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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高效率 那麼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有個品質 你出來之後 究竟有幾多是 OK的 沒有問題 有幾多是不行的 或者是損耗的 這個也是非常之令人關注 但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值得鼓舞 別人逼到你終於自己做得到東西出來 那麼會不會轉過頭 有人踢包 又造假呢 我又不希望看到這些東西 因為之前也有很多企業 那些晶片企業 經常走出來就說 中國自主研發的 我們研究到一顆晶片 然後轉過頭 被人發現被內地網民踢包 是假的 抹了別人的名字 然後自己貼個貼紙上去 又說自己 很多 不是說沒有的 是很多這些事件 所以也都希望 不要這麼多這些做假的事情 另外也都給大家看一下 你信不信 在江蘇動物園 在江蘇動物園 有個小妹妹 有個小妹妹 不是小妹妹 小妹妹 就在那裡玩釣魚 釣了一條鱷魚上來 哇 這麼恐怖 小妹妹 放吧 放下那隻肝靶 袁芳就說 嗯 這隻鱷魚很溫柔的 咬你不大力的 哇 你信不信鱷魚咬人不大力 說笑 你被牠咬過 哇 這樣解釋也可以 那說到在這個南京 這個動物園呢 就出了個活動 就是說 那些家長 帶來的小朋友 坐船 就去釣鱷魚 那就 這個行為 這個活動 就引起大家熱議 那那 袁芳就剛才這樣解釋了 就說 這羊子鱷 這個種類 它是 性情很溫順的 咬人不大力的 哇 那就著這件事 很多網民就看到 那個小孩 釣了一條鱷魚上來 如果他萬一 真的瘋起來 拖牠下水 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有人就說 楊子鱷 危險系數不高 沒有聽過傷痕事件 聽到就嚴重了 咬了就沒有了 動物的東西 就是跟人一樣的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發脾氣呢 這些東西 我覺得觀賞 那當然 都勉強可疑 你說去釣鱷魚 我覺得 沒必要 今天 你釣沒事 夏家 一會兒 激怒了他 那怎麼辦呢 咬了就沒有了 對不對 另外在內地 封傳一條影片 抖音 就說有一對小情侶在內地車廂 就 石石 石石也不要緊 竟然 越來越大膽 就說 看到男生 就伸了手進去 女朋友上衣 就開球 那 說到 更加 開完之後更加幫對方 就整理好衣服 挺有趣的 另一條影片 就看到一對男女 就靠近車門 就無視周邊有很多人 公然擺出女前男後的姿勢 就說 整劑 就是 老漢推車 這樣 嘩 不是吧 這麼大膽 在地鐵上推車 這件事 就有傳在上海地鐵裡面 有人 有現場觀眾 就形容 那個男生 逃出來 什麼叫逃出來 拉下一條貨鏈 把滾拿出來 當眾 就撿 女朋友一擠 這件事 不知道是否真的 因為已經被人刪除了 當然 有很多網民說 這對小情侶很離譜 西風日下 道德倫亡 親你也不要緊 你有沒有搞錯 直接在那裡 又抓波龍抓手 又拿一支棍出來 懲罰人 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可能有人 廣大了 但是 我覺得你親也算 有些人是很厲害的 看我 發色 遇到你 我覺得有點誇張 遇入無人之境 遇入無人之境 給大家看看 這件事 我覺得 要跟大家說 就說 有位香港人 在深圳餐廳買外賣 烤魚 拿回香港家 發現只有碎肉魚骨 於是就放在上網 罵是否廚餘 那些魚 真是很深 那些人 經常在那裡 說到 那些東西好吃 天花板 一定要買回來香港吃 尤其是現在這麼晚 那些東西不縮不變 你也會撿贏 那些魚 你經過這麼久 浸著 那些魚肉也會化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實情是否這樣 回頭看 但是 我認真一句 為什麼你有時間 你不在別人的餐廳吃 總是要打包回家吃 山場所有的原因 我都不知道你問誰 那這個網民 就在網上 就說 在深圳江華廣場 一間探魚 探魚專門店 就打包了一份蒜香魚 那他說買的時候 已經向店員 就說明要拿回香港 就花了差不多兩百元 老實說 為什麼你不在香港吃 店員起初 就用膠袋代好 因為路途遙遠 事主要求店員 換成這個環保袋 回到家裡之後 發現盒裡 只有一條大魚骨 和零零碎碎幾塊魚肉 其餘的就是湯水 和半條矮瓜 那天我快點摟一摟 全部都是骨頭 女兒非常之失望 我又很憤怒 他們說你們這些商家感 騙神騙鬼嗎 認為我帶回香港 密封就不會打開 隨便找些垃圾給我 這樣 這件事件 就 再發文罵 門店的負責人 就道歉退款 否認不是廚餘 他又說看過閉路電視 當時沒有其他客人點過蒜香魚 所以不會倒轉 可能真的有人吃剩給你 可能懷疑你在香港 在香港途中 撞到魚肉都散了 說到他由羅湖坐車回家裡 需要差不多超過過半小時 他說又沒有撞過 沒有其他客人 那有人就說 你這些東西 我自己覺得很老實 有人就說 廚餘真的很過分 那有人就覺得 他吃過的 都 外賣跟店鋪 都不同 你堂吃比較好 外賣就散了 好老實 就是因為熱 你的魚 煮得久 就難了 你煲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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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湯都難了 你過幾宗 這麼熱 保溫袋也好 你密實袋也好 所以有些東西 你不適合外賣 沒有什麼都外賣 真的吃柯里 好 最後 也跟大家看一下一宗新聞 現在內地有很多人發夢 不是發夢的 也希望尋求自己理想 因為說到內地就業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畢業生 想著會轉做直播 帶貨 網紅 這些職業 有學者認為 這是一種是積極的訊號 說到傳統階級的觀念 現在被打破 說到只能夠找到高收入的 每個人都可以去做 但是有專家就說 呼籲 大家要留意 你看到每個人都好像找到一口飯吃 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找到飯吃 所以你做這一行之前 要心思熟慮 那也對 做生意 做生意 你當做生意 這麼說 哪有寫包單在賺 難道每個人都說 我賣東西 我去賣衣服賣鞋 可以做到國際級企業嗎 你不可以一開波 就去到那個位 但是 都明白的 大家努力 做什麼都好 追尋自己的夢想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集再講其他事情 拜拜